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篇 单天也有时事 也了解相关英文单词 那今天是12月15号 底下放的那个单字测验小连结 会在12月27号的截止 那相关的连结我会放在影片 这个方向左上角的说明栏的位置 方便各位去点选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那本周是两篇 新闻来源都是CNN 第一篇是Lenser 这个人工智慧画图的这个 那第二篇是这个能源圣杯 核融合技术重大突破 那我们目前要讲的是第一篇 Lenser AI人工智慧帮你画头像 注意电脑帮你画的 来搭配讲义效果加倍 这个在底下的连结 我有放讲义 那这个讲义大概长起来就像这样 那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那你就印后面 四页就可以了 后面四页我有把字体加大 方便各位可以在上面做个笔记 什么之类的 那另外两篇 第一篇是那个什么 加德 加德的那个online shop 不是说要被抽查 那个它的成分吗 里面单字我有整理起来 那第二篇是 你家有没有被上网 小心你家的那个监视摄影机的影像 外流到那个网站上 各位你可以下载下 你直接看里面的单字就可以了 看我帮各位整理好的单字 那本篇新闻重点单字如下 那就是会看到人物的照片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那个instagram 或者是你的tiktok 投音不是都会放你的大头贴吗 对不对 大头贴的英文 动画 人工智慧 你在提交上传 你把什么东西传到上面去 上传照片 提交的英文怎么讲 你的虚拟化身怎么说 订阅 试用 投入精选 就是试用完之后 你想要付费 这些单字 各位这个单字很特别 绝对不是付钱 不是money那个单字 或者是pay那个单字 并不是 就是想要知道吗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好的 那长距解说阅读技巧 我们先看一下标题的部分 What do you know about Lensa the AI portrait app all over social media Portrait 这个就是人物画像 就是你的那个大头罩 Portrait Social media 这是社群媒体 下一个句子 If you have logged on to any social media app this week You have probably seen pictures of your friends but reimagined as fairy princesses anime characters or celestial beings 然后单字 各位这边有个but 连接词断句 所以我们先不要看 我们先看前面这边 logan login都是登录 probably是大概 所以如果你登录到任何的社群的app 在本周 你大概就会看到很多的图片 什么图片 你朋友的图片 导着翻译了 朋友的图片 但是imagine是想象 重新的想象 就是那个图案重新制作 变成了fairy princesses fairy是仙子 仙子般的公主 anime 各位这个是动画片 各位anime这个单字是日文 但是它其实这个单字过来的 animate animate这个单字就是做动画 让它有生命 anime这个单字又是怎么来的 animal这个单字来的 animal不就是动物吗 动物有生命嘛 character这个单字是角色 角色 celestial这个是天空的天外的 所以很像是那种精灵般的公主啊 然后动画般的角色 甚至是那种神仙 celestial beings 看起来很漂亮 来下一句 it is all because of lensa an app which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nder digital portrait based on photo users submit 好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这里形容词的长相是名词 加上pp的长相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形容词在修饰前面的 portrait 接下来看一下单字了 artvisual是人工的 很简单前面有个art 艺术 艺术都是人画出来的人工的 intelligence是智能 前面有个intel intel就是那个cpu 但是各位intel这个单字并不是intelligence来的 就是有兴趣的话自己自己去查 我就不讲了 render这个是翻译提供 portrait人像 summit就是这个单字提交 它是一个上传的意思 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都是因为lensa 这个lensa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app 什么样的app 使用人工智慧的app 来翻译数位的那个头像提供 它会提供给你数位的头像 那这个头像 数位的头像是怎么来的 根据照片来的 各位什么照片 使用者上传的照片来的数位头像 哇各位 不断的有形容词在补充说明前面 我看一下下一句 好没有 那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我用别的颜色的笔 你仔细看 usersummit 这个又是一个形容纸 在形容前面的照片 然后这一句又在形容前面 所以我们这样子翻译好了 数位的头像 这个头像是根据照片来的头像 什么样的照片呢 使用者summit 上传的照片 哇 ok 好下一句 Lensers highly stylized eye-catching portraits have taken over the internet but they have also been the subject of concern from privacy experts digital artists and users who have noticed the app making their skin polar or their bodies thinner ok 来各位的这个butt连接词 连接词我们后面就先删掉 先专心看前面 Stylize 城市化的 不是真的 各位你就看style 风格吗 它整个就 它那里变得非常有风格 就不太像真的一样 eye-catching 引人注意的 takeover 是接管取得控制 所以Lensers高度 非写实的 并且很吸睛的这个头像 已经掌管了网络 意思就是造成风潮的意思 就是整个网络上面都是这个 好 但是 这些头像呢 have also been 也是 各位来这个黄色句子 我们先看 sorry我讲太快 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的长相是名词加上who的形容词 在这个位置 红色线这边换个颜色 users这个单字是名词 名词加上who这个是形容词在修饰前面的使用者 所以这个红色的部分我们先把它删掉 看一下前面的subject 主题 concern 担忧 担心 privacy 隐私 expert 是专家 所以这个lenser这些制造出来的图像呢 也成为了主题 什么主题 担心的主题 这些担心 哪里来的担心 来自于私人专家 隐私的专家 数位画 数位艺术家 当然啦 工作快被取代掉了 以及使用者的担心 所以担心来自于三个层面 一 隐私专家 数位画家 还有使用者 这三个 那各位 接下来他要开始补充使用者的担心 对不对 那使用者是什么使用者 继续往下看 什么使用者呢 who have noticed 注意到这个app 会让他们的皮肤 破 白的 更白 然后他们的身体更瘦 这不是好事吗 干嘛担心 这可能比较不像真的 下一句 how to get your own magic avatar magic 这个是魔术 那魔术这个单字 它有一个长得很像的字 这个字叫 magnificent m-a-g-i-c magic magnificent magnificent是极好的壮丽 表演魔术 你就想想看那个 哇 盛大的魔术表演 magic magnificent 单字补充 avatar 叫虚拟人像 如果你在玩那个电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不是会操作一个人吗 那个人就是你的avatar 电影 阿凡达 懂意思了吗 阿凡达我们怎么翻译出来的 就是avatar 声音照翻的啦 如何得到你自己的一魔术阿凡达呢 好 The pictures making the rounds online are products of Lensa's magic avatars function 好 有没有看到行动词 名词加上ing是形容词概念 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在形容前面的照片 所以这些照片是什么照片呢 make the rounds make the rounds 就是巡回一圈 绕了一圈 意思就是它超受欢迎 到处都看得到 Segelina 在网路上整整绕了一圈 是怎么样 是产品 什么的产品 Lensa 艺术 魔术 阿凡达 功能的产品 Magic Avatar 所以Lensa 它是一个app 那这个app里面有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叫做魔术阿凡达 魔术人像 魔术虚拟人像的功能 To try it out You will need to first download the Lensa app on your phone 没有问题吧 就是你首先要下载 Lensa的这个 app 到你的手机里面 好 A year-long subscription to the app which also provides photo editing services cost 35.99 一整年的 Subscription 这个是订阅 edit是编辑 所以一整年的订阅费用 这个app的订阅费用 那这个提供照片编辑的服务 35.99 这个好烦哦 36就36 为什么要35.99 36块美金 你乘以40 是32 大概一千多块 一年一千多 好 But you can use the app for a week-long free trial if you want to test it out before committing 好地 Trial 是适用 各位这个就是 try这个单子来的 适用 Commit 投入金钱 犯罪承诺的意思 各位有这些意思 那他commit这个单子 你就这样子记 COM再加上MIT MIT不就是made in Taiwan吗 COM就是一起 都是台湾制造 台湾制造品质保证 承诺 那你如果做不到 你如果乱讲 就是犯罪 台湾制造品质保证 但是保证不到 就是一个犯罪 那既然是品质保证 请你把钱给我 买我的产品的意思 当然在这里 Commit是投入金钱 所以整句 各位你看 你可以使用这个APP 一整个礼拜免费试用 如果你想要测试 Test it out 测试一下 在什么之前 在开始投入金钱之前 Commit 所以各位知道 交钱 你用完之后 你想要开始投钱进去的 Commit 可以 下一句 Generating the magic avatars requires an additional fee OK Generate是制造 Require是要求需要 那Require这个单词是 Re再加上QU来的 对不对 再加上IRE 那QU这个单词就是 Question 问题 Re就是again 再次 不断的问你问题 就是要求 Oi you 功课写了没有 You 这个有男朋友了没有 有女朋友了没有 要求你赶快去教一个 要求你赶快写功课 懂意思吧 不断的问你问题 Require Additional是额外的 那Addict这个单词是成语 Additional是额外 Addict是就是你上语 就是你不断的想要多做一点 来 制造一个魔术的这个头像 需要额外的费用 As long as you have a subscription for free trial You can get 50 avatars for 3.99 dollars 100 for 5.99 dollars Or 200 for 7.99 As long as 就是只要 只要你有订阅或者是免费试用的期间 你就可以拿到50个阿凡达 50个头像 3.99美金 120块有50个 所以就是还蛮 还不错啦 100美金 错错错 100个阿凡达 有5.99美金 200个阿凡达 是7.99美金 Lensar recommends users submit 10 to 20 selfies for the best result 然后单字多 recommend 这是推荐介绍 各位recommend 是哪个单字来的 中间这个字 叫做commend 称赞 知道吗 称赞 你会不断的称赞 re是不是再一次 你会不断的称赞 就是你会推荐 就是recommend 就是我推荐这个产品 我使用不错 推荐这个产品这样 那这个commend 你仔细看 这个单字 是不是就是有com再加上men 那各位什么是men 就是一群男人 对不对 一群男人集合在一起 都会说什么 想当年我有多厉害啦 对你真的超强 想当年一个晚上 我可以来个五杯啤酒 那或者是想当年 我在当兵的时候 有没有都会臭大 男人嘛 就是剩下那一张嘴 超大最厉害 commend的称赞 那commencement 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什么概念 就是恭喜这个同学 在四年的努力称赞他 所以也是称赞的概念 所以这几个单字 commend commencement recommend 都是好 就是都在讲不错的事情 主要核心概念就是men OK 那把men改成男人的单数 变成commend man 这个是不是一个男人单数 com是不是一起 一个男人指挥全部的人 就是命令指挥的意思 OK 所以commend 这个单字 有单数的男人 跟复数的男人 技法是不太一样 summit 记得是脚胶上传 selfie 是自拍照 result 是结果 所以整句 Lensa也推荐使用者 要上传 所以这个summit 各位你可以把它取代掉 upload 这个单字 上传10到20张的自拍照 你要有最好的结果 最好就是 你要上传10到20张 自拍照 好 下一句 The pictures should be close up of your face with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facial expressions and angles 好 Close up 特写 variety 多样化 变化 facial expression 脸部表情 angle 是角度 所以 这个照片呢 应该要特写 什么特写 你的脸的特写 然后呢 要拥有 不同 许多 不同的背景 表情 以及 角度的特写 Lensa also stipulates it should only be used by people who are 13 and older 这个有年龄保护的 Stipulate 规定 约定 Stimulate 是激励 促进 Manipulate 是操纵控制 各位这几个单字 长得都蛮像的 各位倒是可以一起记 Stipulate Stimulate Manipulate OK 那 Manipulate 蛮好记的 就是M-A-N 男人 男人喜欢操纵 喜欢控制 对不对 那Stipulate 这个是规定 约定 各位你要记 你就可能要发挥一点 想象力了 Stimulate 是激励 一样 就是发挥一点想象力 那Lensa 也规定 只能够使用 人 谁 13岁 以及年纪更大的人 才能够使用 年龄保护 We test out the app to see what it's like 就是试试看这个 app 来看看它的 样子 To test out the app 这个就是作者 I curated 20 selfies I thought showed off a variety of expressions and angles and choose the 100 avatar option 他选择了 100个阿凡达的 所以他缴了多少钱 7块美金吧 好 Curate 是策划 它就是规划的意思 各位这个单字是规划 那 curator 这个是馆长 各位还有整理规划者 各位这什么意思 curator 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网络资讯 是不是很多 那 其实像我也是一个curator 什么意思呢 我帮各位把 这整个礼拜的新闻 我觉得不错的 我整理出了两篇 并且帮各位整理出 单字怎么背 然后句子怎么看的 这个技巧 把它整理在上面 各位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curator 所有选要 option是选择 记得选择就是open 选择嘛 然后打开 测试这个app 我规划了 就是我规划了 20张的selfie 我认为可以展现出 不同的表情的selfie 以及角度 并且选了100张阿凡达的选项 avatar 就是虚拟头像的选项 It took around 20 minutes for Lensa to return my avatar which fell into 10 categories fantasy fairy princess focus pop stylish anime light kawaii impradecent and cosmic 单字多了 所以大概花了20分钟 lensa花了20分钟 回来 就是教回来我的阿凡达 虚拟人像 有fall into 就是调入十个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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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种类 哪十个呢 fantasy 梦幻 fairy 就是神仙般的 神仙公主般的 focus 就是专注风 我没有写 focus 这个专注风 应该是什么风气 之后也不太专制 pub 不过pop这个 我有知道 pop这个单字是 普普风 stylish 这个是优雅风 anime 卡通 动画风 light 明亮风 就是那个脸部 是比较亮的 kawai 不用说了 irridescent irridescent 是色彩斑斓的 非常多色彩 还有 宇宙风 wow in general i feel like the app did a decent job producing artistic images based on my selfies 那各位注意 这边是有形容词的 行容词在修饰前面的 这个 in general 一般来说 decent 是不错的 很棒的 它有正派的 那decent这个单字好记的 就是de加上send 那各位你要知道send 这个是美金的单位 最小最小的单位 dee是下去 钱掉下去了 你没有减 那你就很正派 就是你有钱 你看到钱在地上 你没有减它 artistic是艺术的 ok 那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app 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是 制造出了 艺术的影像 什么样的影像呢 根据我大头照 根据我自拍照的影像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 ok 好了 来我们来做单字复习一下 首先是人物照片 各位还记得吗 人物照片 人物照片就是你那个大头照 这个英文叫portrait portrait 动画叫animate animate animate 不要忘记就是跟animal一起记 可以啊 那就是你就想嘛 以前那个动物要怎么拍影片 用画的比较快啦 来人工智慧这个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AI 然后接下来上传脚交 submit 各位这个还有交功课的意思 submit 好 虚拟化身 这个叫阿凡达 avatar avatar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字 订阅费用 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 人家这个fee就是 其实subscription本身就是有订阅费用的意思 免费是用这个叫trial trial就是trial过来的 尝试嘛 对不对 那投入金钱 哦我跳太快 缴钱 commit commit 记得台湾制造品质保证 那你如果做不到就是犯罪 然后我因为品质保证 请你把钱给我买我的产品 绝对有保证 OK 就像这样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篇文章的全部的讲解了 那在我youtube这个位置 我有开启超级感谢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你真心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这个也非常欢迎各位做一下小额捐款 好各位的小额捐款对我来说 当然就是金钱上的一个最实质上的一个鼓励 精神上的鼓励 那当然这个因为我设备总是有时候要做一些更新 像我最近才刚换了一台相机 就是相机有刚换掉 那也同时之间也是物质上的一个鼓励 那如果觉得不错 非常欢迎各位做一下小额捐款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我的影片对各位来讲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也非常欢迎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让更多人有机会能够让自己的英文的阅读 能够更加的进步 好那以上呢就是12月7号有那个台湾交通 世界最烂的那个影片嘛 CNN的那一篇 那这个有做Quizzes 有单次做测验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Kevin Lee同学 这个很认真 我印象没有记错 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都看到Kevin同学在榜上了 Good的 Sophia同学 Sophia同学这个做了三次 取得了第二名 这个好像 我没有记错这个Quizzes 好像有万人在做 开玩笑没那么多人在做 好像有几个人 其实没有很多 就不好意思讲 数字并没有很多 不过各位重点不是人数 重点是你有去做 你的那个 对单次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各位其实 各位你看 像我的影片是规划一整套的 整套的学习 对不对 你有影片 然后我会做讲义 然后再来就是还会有测验 你看我的影片是输入 对不对 那你做这个测验就是输出 那各位学习的本质 你要学东西 要学得好 重点是输出 懂意思吗 输出才是关键 所以各位记得单次 倒是我奖励建议各位 你单次的测验 反而是你影片还不见得要看完 懂吗 但是你如果有看完也不错啦 不是影片要看完 而是你要做这个单次测验 然后你对这个单次才会有更深的一个认识 那Sophia同学这个你的名字取得非常的好 因为有个单字就是由你的这个名字来的 这个单字叫Sophisticate Sophisticate这个单字有复杂的精密的 还有精致的意思 Sophisticate 所以Sophisticate 非常好的名字 那第三名是谢谢William我的超人 最近我常常看到这个我的超人 应该是一种我的超人的说明吧 以上恭喜前三名 非常好 相信对你的单次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帮助 那第二篇是12月8号拍的那个是 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 2030年我们台湾即将追过韩国了 变成台湾世界最低 真是的 第一名是Kevin Lee同学又是Kevin同学 Good good 并且做了两次 那相信单字一样 单字一定会非常有深刻印象的 第二名呢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的Morna More OK啊 Morna同学 第三名是Joy同学 Joy同学你的英文名字 Joy本身的意思是快乐 那后面如果说加上一个Sophisticate Sophistic是杆子 让你快乐的杆子 这是什么杆子 不要想歪的 让你快乐的杆子是手把摇杆的意思 就是打电动的那个摇杆 OK 那如果说你有看到这边 你从来没有出过Quizis 强烈建议各位 你点进去看一下 那不用钱了 免钱的 然后又能够帮助你的英文学习 CP值 懂于吗 CP值 好了 以上同场加印 我还有本周两篇 第一篇是Lensa的AI 人工智慧这一篇 那同场加印还有能源圣杯 核融合技术重大突破 本篇的这个这篇新闻 有大量的形容词 如果你耐着性质把它看完 对你的英文绝对有实质上的一个帮助 OK 那就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